大家好,我是阿狠 那我剛 這個 嫁接風 因為又冒牙所以要換本 可是一拿出來 這根又長得很醜 所以就 我剛就去拿了 去翻我有什麼石頭 剛好就翻到這一顆 這一顆剛好 這邊一個彎 剛好跟著這個根 那這一面 因為它這樣是三角形 這兩條根也是三角形 所以我就想說 我教教這樣附上去 所以你平常 你就最好是石頭 多準備一些 像我這樣剛好拖盆 就覺得這種 根盤不好的 你就可以拿來附石 所以石頭多準備一些 那我這一顆 底也很平 這顆到時候附住 而且這根其實已經很硬 所以它 這個可以比較快的附好 就是你把它夾上去 讓它再長一陣子 它就會夾住 那現在就趕快操作 那一樣我們就是還是要透明奶粉 差不多大 因為你太大 因為太大的話 它一定會先往外長 然後長了很久才發現 怎麼是透明的 所以它才不長 所以你就不要大太多 因為大太多它就會長 它就會先往外 那如果只大一點點 那如果只大一點點的話 它比較快發現外面是亮的 它就不會那麼快 它就不會長出去 就比較會附在石頭上長 然後再來就是泥龍神 反正 這大概我們上次都操作過 那你看我剛剛四夾 這邊就有露破皮了 所以這個 你在那個看的時候 就盡量要看 就要想清楚一點 然後就上去 上去就不要再動 剛好我們隔壁鄰居 他們在砍樹 所以在那邊很吵 那我這個 好 就趕快這樣套上去 然後我這根的話 我這條 這邊剛好有一個溝 我等一下就把它跨到這邊來 這樣是保證 保證它一定夾得 以後一定夾得住 那這條的話 就沒有用了 就剪掉了 好吵 因為這個比較硬 你凹它也沒有 凹它也凹不過去 而且 而且硬凹通常就會斷 就沒用 那 這條 這條可能也沒什麼用 這條沒用 因為這條膨脹也不會 也不會卡在石頭上 所以我們正面的 正面的就把它剪掉 好 那因為這裡有個空隙 我們之前的影片有講到 這根一定要綁緊 一定要跟那個石頭 完全沒有縫 你這樣它那個 根膨脹還會加緊 但是這個縫啊 這沒辦法 但是我現在要靠的就是這兩條 跟膨脹 就把它抱住 這樣它會把它抱住 所以 這邊還比較沒關係 但是這一個地方 一定還是一定要注意到 一定要綁緊 要完全滿縫 然後等一下 那個塑膠繩 加壓的時候 一定要壓緊 還有這個 這個接觸點 這也一定要壓緊 要不然那個它一掌 它就會 把自己推開了 所以我們等一下動作得快 然後 然後 尼龍繩 尼龍繩你記得一端啊 這繩子寧可長 不要短 要不然你等一下繞到一半 繞到一半不夠 你又要在那邊接 所以 繩子可以長比較短 你一樣 像這樣打一個圈 這圈我們等一下就找石頭 可以夠一邊勾 然後這邊要多留一段 因為這個是等一下你最後繞完 這個 你要打起來用的 好 那這邊有個勾 我們這樣勾上去 好 因為我手機一塊沒電 所以我操作盡量快 這邊 阿我們繩子啊 盡量 如果能把它鋪 拉 就這樣張開啊 這樣張開的話 能這樣是盡量最好 好 好 因為這樣它可以 把那個壓力平均掉 而不是 就細細的 好 因為細細的 就容易把那個 樹勒傷 好 這邊我用一個煙頭 好 阿記得也是一樣用煙頭 去壓 好 好 因為我怕這邊熱住的話 好 這邊 這個縫啊 用個煙頭來壓 好 把它壓進去 阿斷了 你看 石頭太粗 也會有這種缺點 就很容易斷 好 阿斷的時候 你就趕快 這個把它打結回去 阿不用喔 不用打結 因為我這個才剛繞就斷了 好 重新再打一個結 所以這尼龍繩啊 你就要注意 你就不要一直在那邊磨來磨去 就會 就磨斷 像那個石頭比較粗糙 它就會把它磨斷 好 趕快趕快 多大zinho 剛剛用來磨事 只有雷緩 還有雷的去倒少 性子 凍結 入場 也是 Honors 仔在 我們珍藍 女神 然後我們這邊啊 因為剛剛不是這邊石頭這邊有一個凹洞 然後這邊就 就要開始鋪 鋪煙頭上去 因為這煙頭就是把它壓進去 然後我們到這邊,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 這根也是這樣把它繞過去 這邊剛好有一個凹槽 我們讓它來卡這裡 這樣子 我們的根啊,反正其實隨便你怎麼繞 重點就是 把它壓緊 那這個 我們上次影片有一個地方忘了講 沒有講到就是說 我們到時候 這個副石副好了 好,啊你 因為它會長新根啊 新根可能會是這樣子跨過這個 跨過這個塑膠層長的 所以你在拆塑膠層的時候 你不要這樣一次就整個這樣 好像轉陀螺這樣整個拉起來 原本附上的根 原本附住的根 就會被你這樣又拔起來 所以我們就是 你就是 剪斷,然後抽出來 剪斷抽出來 這樣子 附的東西才會附得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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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 這邊有空隙齁 沒關係,因為我們石頭已經 根已經這樣爆過 所以我們就是 最主要是這個點跟這兩個點 一定要壓緊 所以我們等一下再繞回來壓 那個 有空隙了還是人壓就壓 因為我們還是希望它可以 再 掌緊,綁緊一點 這邊 放個煙桃 這地方放個煙桃 讓它可以再吹更緊 要不然你這樣硬吹,那個皮 就被你吹,拉破皮 結果我們 繩子還真的不夠 現在繩子不夠 這樣就很糟糕了 因為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你會控不出手來 處理這些事 好 好 沒關係 那我就 倒車,倒車繞了 倒車繞了 倒車繞了 倒車繞了大家聽 自己亂講 就是反正 就剛剛 有些沒有必要綁 沒有那麼重要的地方 就 就不綁了 因為我現在怕電不夠 所以我就要盡快完成 好 這樣我就可以打結了 好 哇,剩很短 好,結的時候可能要利 用一些輔助工具 因為剩的繩子太短 好 像這樣 就綁好 這個多的根 就要剪掉 因為這以後 這沒有用 以後你這個 你要送 它多出來的 多出來的 跟石頭剪齊 不要剪到石頭 剪到石頭 剪到石頭 你的剪刀 就報廢 好 好 阿以後 因為盆底 因為我們還 當然是會 盆沒有很深嘛 阿所以 你 它 你現在剪了 它還會再長 阿它就 你以後 下次再換盆的時候 就差不多這樣 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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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的話 好 趕快就算了 把它中進去 反正 你就是 你跟 要剪的 跟石頭 底 石頭底一樣平 阿你這樣子 你以後上盆 它才不會在那邊 給你 出來 好 阿 阿 上盆 你現在好 放進黑板盆的時候 你土要蓋過你這一個點 好 因為我們還要再這樣 這個跟膨脹 所以蓋過土 它才會再繼續長膨脹 所以這要蓋過去 好 就這樣 阿你再把 你平常 你平常用什麼土 你就 顆粒粗一點 不要太細 要不然你就太濕了 好 好 就這樣 我們裡面就這樣 好 那個 架接縫 這是日立山 我最討厭 每次買這種 人家發的苗 在架接阿 結果每次裡面的根阿 就長得很醜 好 覺得很討厭 好 所以我今年自己賠一匹苗 好 就這樣 好 拜拜